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号称冬暖夏凉 品质第一 张先生趁着夏天要来 一口气买了好几条 那回到家之后 把里面的蚕丝线拿来烧烧看 这根本就是用尼龙仿造的 其实蚕丝制品种类相当多 不只有棉被 因为蚕丝的质感好 也常常被拿来制作成内衣 衣服 但消费者要怎么分辨 这些产品是不是真蚕丝 或者民众也可以要求业者 剪下一小块同样的布料 拿回家放进浓缩漂白水 十分钟之内完全溶解才是真蚕丝 小心谨慎才不会花了大钱 成了冤大头 借人至江主向陈君豪 开报道